那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好我们先画举行好了 等一下正列我待会再说 来举行的按钮在这里 绘图面板里面这个看到了吗 在这边 好 快速键REC Enter一下以后呢找个地方当起点 这样子 先拉开来你不要停在原地 要拉开来 拉开来之后呢 记得先给X的值 这是坐标 这个是X的值 这个是Y值 这代表X 就代表Y 请注意一下 X走跟Y走 所以我们先给他X的走就是100 英文的逗号切换成英文状态 的逗号小逗号就对了 他就跳到后面的值 我们就给他80 Enter一下 各位 这一个四方形就完成了 这个举行就完成了 宽100 高80 来交给各位 请你先把它画起来好吗 好 第一个我们先看按钮 按钮在这里 修改面板的这个 这个就是举行正列 你点它下去就是举行正列了 旁边的键头按下去呢 那你看 环形正列在这里 路径正列在这里 OK 好那如果说你是用快速键 AR Enter 那你看 他会要你先选东西 你把东西选到之后呢 记得按Enter 他就让你选这三个你要选哪一个 这样了解了吗 到这边你再选举行 点下去之后 各位看到了没有 他呢这时候呢会先跑出他的预设值 预设值中 一来这一行 他先 用一个他内定的值先给你 你再去改他 等一下呢我们再到上面来改就可以了 好 来 那么呢假设 好 假如你是按这个 举行正列 直接把他选起来 按Enter 他就不会让你在选什么了 不会因为你已经指定那个按钮了 选到东西按Enter 好 你看到他先出来了 记得 你就要到上面去 改他的 数目字了 各位你看 这边就会自动跑出 他们相关的数值 哦 来你看 现在呢 我们要几篮啊 是不是三篮 篮数的篮间距是多少 200 对不对 再来几列呢 点一下 几列呢 两列 间距呢 点一下 改一下 今天多少 180 好了就这样子 你也可以按完 你可以输入完毕按一下Enter 没关系 输入完毕按一下Enter 他立即的改给你看了 如果OK了 检查完一下 蓝数列数 蓝距列距 都没问题 我们将 关闭正列 就完成了 哦来 我们再做一次 各位看我做一次 第一个 如果你是用AR Enter 那就要先选东西 选完之后 按Enter 他让你选 好 我们就选 矩形 一点下去的时候呢 他就马上内定值的 先出现 他 内定的一个数值 你呢 这时候不要去动他 你上面改就可以了 来 蓝数改成 三蓝 输入完毕可以按一下Enter 马上改给你看 蓝距的话呢 点一下呢 给他200 按一下Enter 没关系 马上show给你看 update给你看 列距就是2 好 间距180 OK了 底下这个 总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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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总距里不用管他 他自己会去相乘 OK之后 OK之后 我们按关闭正列 就可以了 好 来答案出来了 我们检查一下 这个 这个 来 200 然后呢 这个 跟这个 来 180 达到我们的要求 那各位呢 你呢 先做好 做完以后啊 等一下呢 我们还会稍微改一下数字 让你去改 你做完以后是可以改的 各位注意哦 来请看 我 不用执行任何指令 轻轻轻的把他点一下 轻轻的把他点一下 各位点他上面是不是可以改了 所以 随时随力都可以再去改他的哦 蓝数列数 间距都可以改的 所以等一下呢 你先把就有的这个 基本的先完成 然后同学 等一下特别注意 来 等一下你在做的时候啊 麻烦各位 特别注意下一个东西 一定要记得按下去 没有的话 他是不让你改的 来各位请看 好 请看哦 等一下呢你上面这边都改完以后 三蓝 好 200 好 两列 好 180 请注意 这边改完以后 往右边看 关联式高凯联 记得按下去哦 你如果不按下去 不按下去 他有按跟没按的差别在于 你关联式 如果有按下去 那他们之间是互相一个整体的 互为 总total算一个整体的 如果你关联式没有打勾 像这样子白白的 那我告诉你 做完以后就不能改了 做完以后他就各自独立的 各不相干 你就没办法改了 所以请各位呢如果保留后面 可能会改的一个可能性 麻烦各位 关联式记得要看看 确认一下有没有蓝色的 蓝蓝的才算是有打开 等下各位确认一下 按关闭正列 来教给各位 请你先把它做做看 我们说这边做好以后 你要改他 因为我们当初在做他的时候 就是属于关联式的一种 很正列 所以你要改他很简单 随便找一个 不要执行任何指令 随便找一个点一下就可以了 上面就会跑出来 我们再把改成要的 我们把我们要的改上去 四蓝 三列 蓝距 240 列距 就是200 OK就这么简单 关闭正列就可以了 那么像这种 将来 万一 像这种的话 整个就是互为一个整体 整个就是一个一体的 它是绑在一起的 如果各位将来确定不改了 蓝啊蓝啊蓝啊蓝数列数啊蓝距列距都不会改了 OK了 万一将来 有这个需要 可能你会针对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或几个做修改 你呢 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改他的 因为他是绑在一起的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 如果蓝数列数 蓝距列数蓝距列距都应该都不会改了都固定下来了 那你就可以把他们 解散 可以把他们分解 按这个分解 这边一个按钮叫分解 这个分解呢 你选其中一个 按Enter 各位看到没有 他们就是各自独立的 互互相干的 请问 分解完以后还可以再改蓝数列数的还可以再改吗 不行了 因为已经吸引去了 他们已经解散了 没有用了 中间那个相关联系已经已经死掉了 因为已经被你分解了 所以这点要各位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么呢 我们把鱼木能先交给各位 什么问题 如果他还是正列 正列的时候 可以改单独 就是那个 还可以改举行的大小吗 可以 全部一起 可以 你改 他会一起跟着改 好 这等一下我顺便讲解一下好了 我先把 好 譬如说呢 这个已经做好了 这个 他们的关联性都还在吗 那么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 你呢 不用执行任何指令 直接点他 上面是会跑出来 其实这个叫做编辑来源 编辑来源 你按一下这个编辑来源 他会变一个框框给你 请你用这个框框 选一下你当初做好的样板 当初做好的样本 改调一下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按确定 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其他的变虚线 唯独你这个样本 变蓝 变实现 对不对 当你这个样本变实现的时候 代表你就可以改他的造型了 改他的造型 比如说呢 我呢把他点一下 我把他拉高一点 更看到他旁边跟着变了 都可以随时呢 这样的话可以自己改变他 改变成你要的样子 OK 这第一点 好了以后呢 我们啦 OK 按S一起取消 如果改好了 改好了 我们右上角一个编辑阵列 按下去 你要选 储存 变更 改好了以后 上面有一个编辑阵列 按下去啊 你记得要选 储存 变更 把现在这个样子 把它储存起来 OK 这样子 了解了 那么呢 是可以改变原来的样子 只要你没有 还没有分解 都算是OK 好 我把萤幕交给各位 好那么我们刚刚过程都有录下